好修身齐家之后当然就要治国平天下咯 就在风灾重建之际 乌敦义现在接任隔魁 风灾比较严重的这几个民进党执政县市 县市首长他们怎么看待这个新隔魁呢 先要来看到在高雄县的部分 高雄县长杨秋新就说了 那么事实上认为新的隔魁 应该赶快到高雄县来看一看 了解一下整个高雄灾区的情况到底是如何 而在台南县的部分呢 台南县长苏焕正大动作的要求 新任的隔魁要治水优先 应该要编列五年三千亿元的预算 甚至是还准备要号召群众运动 和万人大游戏 直接到中央起命 汪拉克台风带来的好雨 让台南县有一半的乡镇权 都泡在水里面 已经过了一个月 台南县赏书换制不满中央 对于全面治水竟然还提不出计划 在未来两年到三年内 把中央管的河川 能够全面输进完成 特别是要优先针对有水库 泄洪的这个中央管河川 一定要优先把它输进完成 为了向中央表明台南县要求 必须彻底整治河川的决心 苏焕制甚至还打算用运动的方式 结合受灾民众的力量 迫使中央政府编定足额的预算 来落实执行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都在玩数字游戏嘛 要补助灾民多少钱多少钱 没有把这个治水彻底的计划 让社会大众知道 我们带更多人去请愿 只是要来说明说 真的有这么多受灾的人 那么人民在受苦当中 那希望中央一定要重视 彻底来解决 呼吁中央政府拿出决心 在五年内全面治水完成 甚至还不排除发动万人大游行 其实就是希望这样水淹家乡的事情 不要再发生 中天新闻 红水美国建讯 台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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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